阴阳眼 她的身体会一直净零 一直净零 一直净零 然后就是很多灾难 然后她的眼睛就会一直开走这样子 阴阳眼你会看到什么 你的高我跟你的这个高灵在灵修的时候 她会自己帮你去成长你的眼睛 怎样去分辨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你一直梦到东西 你是带了一些使命下来的 剑谷跟天命叻 被灵体干扰了过后 她没有办法她就去跳通 因为她欠了神 因为神救了她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寄生满腾的独眼龙兽 我是你们的百姆士 EZANDRA 我是你们的兽婆我是Simon 那今天我们要来讲什么呢 讲阴阳眼 OK 那通常你们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人 就是讲 诶 师父我看到这个 我看到那个 我看到这个 我看到那个 今天跟以往的阴阳眼系列不一样 因为之前我们有讲过什么是阴阳眼 阴阳眼怎么来 那我们就探究 进去阴阳眼你会看到什么 跟怎样去分辨 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呢就是叫阴阳眼 那其实很多人就很像 就是一伸出来就有这个阴阳眼的能力 对不对 那会感应到一些东西 或者是会看到一些东西 那其实阴阳眼的话呢 它是怎么样去 有不一样的 因为你知道阴阳眼其实有分level的吗 这个我不懂 你这么不懂 佳师 哈哈哈 这么你不懂 就是他最懂 ok 所以阴阳眼的话它是有分level的 所以的话呢 它这个level怎样分呢 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了 所以让大家可以去分析你自己的阴阳眼 所以你们 如果是 我们今天就拿三个例子来讲好了 那首先第一个 你们看到幻影 ok 幻影就是说呢 什么意思 你看不见人的像你也看不到什么 但是你那个幻影就是它会在旁边突然间闪过 一秒又不见 一秒又不见 就是刚好你做东西 然后你就感觉有东西 你的斜眼旁边看到 对 然后突然间你会感觉到毛毛的 然后你会有那种反应之类 你的毛会站起来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的身体的这种体质了 对 就是你的体质再加上你有一点点带的阴阳眼 所以呢 那个比较像是一个敏感体质 那个敏感体质的话呢 就会让到你的眼睛会比较敏感的去抓到这些东西 然后呢 有一些灵界的话 它就会给你看到 所以的话很多人以为阴阳眼啊 就是 呃 这个灵体要给你看你就一定看到完 其实不是 是那个灵要显化给你 所以其实阴阳眼有一点点的危险 因为呢 你看到的话呢 其实都是那个灵显化给你知道它在那边 对 所以它要嘛要你帮忙 要嘛不爽你 要嘛就是要搞搞你就对了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的话呢 它或者是要给你知道 哦我在这里啊跟我做一个朋友这样 然后你就怕到半死 吓到半死 有没有 啊 所以呢 这个就叫做敏感体质 那首先呢 这一种这一类的话呢 也是算是一个阴阳眼 但是你的阴阳眼呢 是比较浅的 就是比较浅 你是用这些身体比较容易感应到 就很像可能说你今天 突然间你在这比较阴的地方 或者是有灵体的地方 你会有干扰 干扰比如说你的这个 含毛会竖起 或者是你的背后会竖起 你的整个毛会竖起来 或者是可能你会 有那种冷战 突然间冷一下 这样子 或者是可能突然间你的身体会感觉到痒 对 或者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红红啊 点点这样子 或者是可能你会有那种好像 一直打饿打饿这样子的概念啊 之类 那个都算是灵异体质 就是敏感体质的这个阴阳眼 那这个阴阳眼呢 是怎样出来的呢 就是因为你的敏感的体质弄到的 所以你的体质才会弄到你的眼睛开 所以其实你的眼睛啊 它的阴阳眼是不会那么的强 就是它会一直闪过闪过罢了 这样子 那个是首先 那个是阴阳眼 第一个 那再来呢 我们就分享第二个阴阳眼 第二种阴阳眼的话呢 通常就是那种比较 需要被栽培的 怎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如果从小到大 你可以一直梦到东西 就是你一直梦到灵界的东西 梦到鬼魂啊 还是什么 或者是你去到哪里 会有那种往生者的 会有在你的梦出现 OK 或者是你今天你看一个东西 你可以很明显要看到 那个人在那边 就是整整一个人 他就算 你不会很像一下子 忘过一下不见掉 他就在那边你就一直看到 那个就是先天性阴阳眼 所以这种人的体质 可能会带一点天命或者仙谷的 OK 那天命是什么 天命顾名思义就是天的命 就是说 你是带了一些使命下来的 你需要去传达一些东西给别人 这样子 或者是甚至是说 可能你是有一些仙谷 那什么是仙谷呢 仙谷很多人就以为天命跟仙谷是一样 对 但是其实不是的 仙谷跟天命呢 其实不一样 仙谷的话就是说 你的这个整个bloodline就是 是怎样讲 祖先血脉吗 祖先的血脉 对 累积的祖先 对 你的祖先血脉 他们都有这些学过法 或者修行的那种 这个叫仙谷 那你有仙谷跟你有天命 这样子 其中一个 你都会让到你的这个阴阳眼比较强 就是像我弟弟这样子 我弟弟他的眼睛从小到大是这样子的 就是看到啊之类的 然后他是怎样 你知道吗 他的程度是怎样 就是一直要去庙关掉 对 因为他太小的时候 他就一直开 他就没办法 他一定要关 然后关了又开 关了就开 这种就不能够被关掉的 他可能只是暂时性 但是时间到他要办事 他还是需要办事 但是刚才第一种的 就是他的那个眼睛 是可以直接被关掉 因为那个他开了 对他不好的 对 这样子 那第二种就是像现在 这样子我跟你们讲的 签名跟这个先谷的 这种人呢就通常是需要去教导一些生命 然后他们的生活也会比较辛苦一点 就是生活比较辛苦 他会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他就有带一个使命 然后宇宙已经安排 所以不管是什么师傅啊之类的 他都没有办法关掉了 就是关掉了他自己会开 这样子他就关掉自己会开 然后再来我们就要讲 Simon 师傅 你对这两种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我相信在妙啊 我们计算满堂很多这样子的人 就是会很担心 然后就讲 师傅可不可以帮我关掉 关掉因为我很怕鬼啊之类的 是不是 所以Simon 师傅你可以分享一些吗 其实啦 嗯 比较多要找关掉的都是小孩子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 他妈妈不要给他看到 对 他妈妈不要给他看到 然后他们可能晚上啊不要睡觉啊 吵吵闹闹啦 就是很多那种很调皮啦 就是就是 就是一直不能睡觉就对了 一直哭就对了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他自己会讲话的 对 然后那些小孩子自己会玩 然后妈妈就一直看 他到底跟谁玩 他能看到 所以妈妈就担心了 对 担心就会把这些小孩带来走 对 师傅师傅 看一下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子 是不是可以关掉啊 还是他们看到东西 还是家里暗胀啊之类的 对 然后通常去查的时候来去看 他就知道他们有这个营养 对 所以小孩子通常会有 但是如果他到长大了 他还有的话 他可能就是第二种了 对不对 因为一般上啦 差不多七八九岁的时候啊 最迟到十岁了 对 都是这个营养也会呃 成到的这个年龄 对 过后呢 就自动关的 对 但是如果你到过后啊 你还是一直看到啊 你就可能会有 不一样的故事了 这样子 ok 所以的话我刚刚讲了 我弟弟嘛 跟大家分享过 我弟弟是怎样呢 他从小到大一直看到 怎样关于 一直开回 怎样关于一直开回 但是呢 他有一天呢 他就找一个罚主公 就是跟我也是有缘 我有跟大家讲过嘛 有一个罚主公 跟我很有缘的 然后他也是有寄宫在那边 然后就一个很有缘的就对了 然后下一次有机会跟你们分享 也是我第一个就是梦间的神明这样子 然后就是他来找我然后办事的 但是我还没有跳他 我就是跟他有通灵这样子而已 ok 不要误会 ok 所以的话呢 那个到时候我们再分享 那个是在我家乡那边的庙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弟弟就刚好遇到那个 刚好在跳着童的师傅 他就在跳着很像是机功 还是跳法主公其中一个 然后呢 他就把他关掉 关掉了过后呢 他就几年哦 没有了 几年就关掉了 但是他反而怕 因为他看到学校每一天都在那边 突然间他看到 诶 怎么没有转角遇到爱了 为什么不见掉了呢 他就更紧张 但是他现在啊 几年过后他又慢慢开回了 我已经看到他越来越慢慢开回 所以 I don't know 不想多说 时间到会开回 就是会开回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怎样说 这种阴阳眼呢 他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就比如说 ok 这个阴阳眼的话 他是阴阳眼 他会看到灵体 然后他可以听到那个灵体要表达什么 嗯 这样子 那刚才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他们都不懂了 ok 但是当你的阴阳眼啊 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啊 到你的时间到 如果你真的是有带了天命跟这个星骨的话 你会自然而然知道要怎样去做的 就比如说你的阴阳眼看见了 看见了过后啊 你就会开始想 诶 这个灵体到底在讲什么 到底在讲什么 到底在讲什么 但是呢 这个呢 有很多人就会误会 有些人可能是幻想罢了 他就觉得 哦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什么 但是其实呢 有一些是真的能够听到 像我们这样子 我们是可以看到 听到啊 之类的 然后我们才能够帮人嘛 那我们的这个是 已经成熟到很成熟了 所以呢 这个阴阳眼啊 其实他是有一个成长期的 从以前啊 到第二队啊 到level 3 到level 4 他是一直在成长的 如果你是带有天命跟现国人 他是一直会成长的 所以为什么 师傅跟你讲关不掉 就是这样子 因为呢 你的里面的灵啊 你的高我 跟你的这个高灵 在灵修的时候呢 他会自己帮你去成长你的眼睛 跟你的这些体质的 所以的话 你只会越来越开越多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关掉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一个呢 就是有三种咯 然后这些都是 就是天生的啦 这些都是天生带下来的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比较有问题的 就是不可以有的 就是说被刺激到开的 对 所以有一些人啊 他们可能他们的命格比较弱 或者是他们比较硬的 然后呢 他们就来找师傅 就是找我们啊 妙啊 就讲 诶 师傅我的孩子怎样怎样 然后就有灵异事件 或者被鬼上身了什么 他就会被冲到 刺激到他眼睛开掉 就是说好像 那个开掉啊 一定要关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眼睛如果一开掉啊 他只会带给他不好的东西 对 然后他就越来越硬 因为呢 首先这个撞到下去呢 他是这个因果被撞到的 所以呢 他撞到了遇到了呢 他就直接开掉 所以他就整个明掉啊 他就没有办法 所以的话 如果是讲他已经被开掉了啊 他可能会被神明救到 所以你们有听过很多那种 红神啊 鸡神 他很多是很像被鬼上身了 过后被灵体干扰了 过后他没有办法他就去跳通 因为他欠了神 因为神救了他 对 这个是他欠到神的 他不是带天命 也不是带仙谷 他是已经欠到神明了 因为神明去救了他一命 所以他没有办法 神明就要用他身体去办事 这样子的原因 但是的话呢 这些东西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如果他是被冲上去的话呢 他是需要去 要经过一个师傅去教导他的 因为呢 这种冲进去啊 他是很危险的 如果他没有一个神明啊 祖师爷去按着他的话 他的灵啊 他的身体会一直净灵 一直净灵 一直净灵 然后就是很多灾难 然后他的眼睛就会一直开走 这样子 然后呢 因为他的眼睛是阴眼来的 阴吗 然后他这个人是阳吗 他这个眼睛是阴眼来的 阴阴阳眼 对 所以他是阴眼 他就是一直阴眼 这样子 阴眼着下去 所以他一直阴一直阴一直阴啊 他会弄到他的阳气越来越少 然后他就越来越弱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呢 他们开始他们的脸 你会看到很像没有阳气 这样子很恐怖 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 啊 所以的话呢 这种人的话呢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 不可以开的 但是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的原因 或者一些缘分 好的缘分 或者坏的缘分 撞到他开 那有些 嗯 有些 情况上是什么呢 比如说 呃 就是说 比如说啊 可能他今天 出去跟朋友去酒吧之类的 然后他突然间被 灵体干扰 或者是他得罪 他讲话得罪 或者是可能他随便尿尿 他就会被上身 如果他命格弱 但是如果他命格强的话呢 他可能会被灵体干扰到很多问题 他眼睛不会开 因为他没有这个缘分 或者是什么 去开到他的体质 他没有办法开 那有一些呢 就是 那个灵体会在他周围 因为他 已经冒犯了 所以他就会 去 弄他灾难 很像车坏掉啊 灾难啊 车祸啊 之类的 都会 这样子 所以的话呢 这一些呢 就是他冒犯到 然后呢 没办法去求神了 求神 神去救他 然后神救了他 他就要去还神 就是要还神 因为神明救了他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就会开始要去办事 然后也是很辛苦的 这样子 然后呢 通常呢 他一定要有带一个师父 因为他们这样子的阴阳眼 他们一定要有师父带着 不然他们很容易乱来 然后乱来呢 就变成乱童 就可能会稻草生来 对他很不好的 就是很危险 所以其实这个阴阳眼的话 有好跟不好 有危险跟不危险 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会一直升级的 这个阴阳眼他会一直升级 一直升级 所以你会慢慢慢慢慢慢 越来越看越多东西 越来越看越多东西 然后呢 就是到后面那时候 你是完全 就是什么东西 你都看到了 就是那种 然后你想要关关不掉 这样很烦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有时候啊 阴阳眼 如果你没有 他就不要追求 但是 嗯 很多人啊 他也是会 呃 会问啊 对 师父 我这个阴阳眼会升级到天眼 对 是不是 对 那如果你修好的话 你当然会修到天眼 如果你阴阳眼嘛 阴跟阳嘛 如果你够阳了过后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啊 可能 但是当然不要追求 一定讲了不要追求 但是可能 但是也是要看 所以我们师父的话 我们会看 哎 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 他眼睛是怎样的 属于什么眼啊 他会看到什么东西啊 他看到哪一个是他的幻想 他看到哪一个是真正的灵界 我们都会去帮他看着 这样子 看着他就安全 对不对 所以的话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保证 他没有这样危险的状态 然后会搞到他自己乱七八糟 这样子 然后也没有灵体会一直干扰他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祖师也保护着你 你就不会被灵体一直干扰 你唯一的话 你就只能够 因为神看着你 你的灵 那些灵啊 外面灵是不敢弄你的 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的话 这种啊 就是阴阳眼 所以我们今天有分享了三种 就是天生的 还有一种就是被撞出来的阴阳眼 这样子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眼 如果你今天你有看到这些东西 你觉得很困扰你 或者是你想要找一个答案 你到底是什么眼 还是自己幻想的话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自己来我们 庙找我们 OK 所以的话 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特地讲了一个这个阴阳眼 因为太多人就是会有对这个误解 因为这个阴阳眼很多人很好奇 然后又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不懂 所以今天我们就以师父的角度 修行人的角度 跟我们这些有庙 庙族的角度去跟你们讲 到底这些阴阳眼是怎么分类分别的 这样子你们就会比较明白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影片 你们也可以去慢慢的分析 然后如果你们真的不能分析 你们才去找答案出来 这样子 可能找我们庙啊 还是怎么样都可以 这样子 所以的话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分享 记得帮我们 低个月按赞 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哦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不要忘记 我们有很多的平台 有IG 有Facebook 跟YouTube 都要去follow 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不要忘记 我们记住我们的堂队 Facebook 每天晚上7点 每天晚上7点 准时报复影片 拜拜